我可以在網上買下那個大眾點評下一個19的 然後現在去取嗎 可以 我的好了是吧 喔 馬上好 三兩 重量的話大概有快一斤嗎 熱量爆滿了 來 看看 喔 嗨 你們好 欸 你們是炸雞店嗎 那我炸雞店 我可以在網上買下那個大眾點評下一個19的 然後現在去取嗎 可以 那就到現在自己了 你就賣到可以 好 行行行 好好 再見 好 準備去買炸雞了 我是在網上如果是叫送怪我這邊的話 得30元人民幣一隻 然後我在大眾點評上面看到他們家賣的一隻是19塊錢 所以呢我為了要省大概是11塊錢人民幣吧 去他們家買 我們市場21點40分左右 這裡 這邊 這邊 哇 他們這邊做外賣的店 這家涼皮先生還開著 是不是 但是今天不想吃涼皮先生 今天要去吃旁邊那個 交個炸雞 又騎手進去可以看到嗎 好冷好冷 我記得之前好像來過 哇 在這邊 剛剛給你打電話過來 打的過來你這邊是那個叫 一隻雞的話是19是吧 有 那個跟那個網上的那種二十幾塊的 是一樣的雞嗎 還是小一點 一樣的 你這邊賣不賣雞排啊 雞排也有8塊的啊 那雞腿呢 還有雞腿 雞腿都沒有是吧 行行行 那你給我做一隻炸雞吧 就19的 知道了 做了 謝謝啊 來我的麻 那我撒上你的麻 啥麻 就是優雞腿圈 你拿那是啥啊 那是幹啥的 我在拍西瓜視頻 我之前在那個陽光儀上那邊也開水果店 常買你們家的 冬天的時候 我說拿那啥 啥的 黃先生拍視頻那種 是是是就是拍視頻的 是啥味的 你給我做個辣的吧 好的 謝謝啊 不客氣 他們家這家店鋪 主要就是做外賣的多一點 好幾年了都在他們家這邊吃 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晚上 因為有時候晚上我開店會開的比較晚一點 到1點2點啊 有時候我都會趁著過12點之前 在他們家這邊下單 送到我的那個水果店那邊去的話呢 也不用配送費的 所以呢還蠻便宜的 也很好吃很新鮮 汁水蠻多的 對我們商家先接他 完了幾個月 啤酒才開呢 對 你稍等一會兒 對 今年天氣好像也沒有什麼下雪什麼的 你們配送應該蠻正常的吧 其實有少 現在一起 先加飽 晚上他們不出來幹活啊 還是那個都種了 有種的 有晚上不出來讓我來的 到點兒就不壓了 天冷 因為我看你們之前 也都是大家開店開到1、2點 我就到2點 對啊然後想說這個起手應該都不少 我的好了是吧 馬上好 30秒 這都我的對吧 你這個可以幫我裝另外一個小袋子嗎 因為我給我朋友送過去 謝謝啊 這邊有個手套 下邊有一手套和有一支 這是一支的 然後這是半支的 半支的 所以有手套和有一支 好 謝謝啊 哈囉大家好 我是好威 歡迎大家來到好威的頻道 錄製這條視頻的時候啊 是在北京市房山區瑞雪村堂往南的這個村子裡面 我現在的這個狀態呢 是已經是大概有將近一兩個禮拜沒有吃炸雞了 因為我上一次吃炸雞的那個視頻是在12月7號的時候錄製的 今天的話是在12月22號 中間隔的是我確診的嘛 陽性的十幾天 這段時間呢一直都沒有吃炸的 就覺得非常想吃 今天這期視頻就來吃炸雞 一拆卸啊 用了釘書雞釘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炸雞長什麼樣子吧 這一隻雞的話喔 拿起來 重量的話大概有快一斤嘛 是花了19塊人民幣買的 是一整隻的這種的啊 今天就好好的享用一下這隻雞吧 跟大家講一下喔 現在冬天然後北京這邊的配送杯的話 送到我那邊去如果是4公里的話 一個騎手大概晚上喔 過了10點之後又加了一次價格 他得拿個大概八九塊錢吧 騎手得扣商家大概扣個11塊錢左右 所以呢我現在如果是在網上叫單送過來我這裡的話 我大概得付人民幣30幾塊人民幣 但是我如果是現場去他們家那邊取單的話 這一隻雞賺我19塊錢人民幣 還蠻便宜的吧 這是應該算是我吃這麼多炸雞以來 是很便宜的雞啊 這個就是熱量爆滿了 來看看 哇 他們家的生意算是整個房山良鄉這一塊的 炸雞店排名算是比較高的 美團的月銷7000多 在19年的時候吧 他們家基本上冬天都是隨隨便便都是過萬的 吃這種炸雞的話我個人是覺得主要是吃脆皮啊 這種的雞的話在網上拼某某上面也可以買的到 新貨價格的話一隻的話大概是在11塊12塊的人民幣吧 小隻的那種童子雞喔 雞翅的話大概就這樣而已非常小的 哇 作為愛吃炸雞的專業戶啊 小野的時候自己啃一隻 哇 感覺特別爽靈魂非常升華 整隻基本上都可以吃了 黑蓋子的來一個 超爽 拆個腿吃 沾個料 你看這種腿就是這麼小 這個就咬下去了 特別酥 這種19塊錢一整隻的 我只能跟大家說一分錢一分貨 我可以跟大家保證可以吃到 就是吃起來味道還不錯的雞 但是你如果是說 要求他用的這種 炸雞的料是好的那種肉質的話呢 那可能就非常難了 因為一分錢一分貨的 但是他 鹽肉跟調味 還有後期製作的做的還不錯 所以呢就非常可口 好大塊肉 這應該就是雞熊肉 這皮非常酥脆 超爽 嚐一下這個肉的口感 還行他這個肉的那個醃料的話 本身我感覺是不帶辣的 帶一點微微辣 就是一點鹽水醃漬的應該算是 然後是後期 做外面的那個皮的時候再加一點點辣 然後最後你炸好之後再灑上面的辣椒粉 如果是整隻雞 你不吃香辣的吃原味的話 他應該是帶微微一點點而已的 就這種辣味 他們家大學成的店主要還是 要賣大學生多一點的 但是呢 疫情期間 然後就是現在的話 大學生很多都回家了 就是這幾年影響確實多 但是他們家應該算是少賺一點吧 他們不至於虧 像其他店沒有他們家那麼好的 肉 肉 肉 吃個雞屁股啊 這是雞屁股 哇 好像 用啃的啦 是一塊筆吃 哇 哇 看看 好會超愛的雞皮 雞的中骨 吃到裡面啊 又是不熟的 沒有處理好的 中間這個就不好吃 嗯 那他們家的味道還可以 那他們家的味道還可以 可以在水 還有這麼多你看看 做不到 是很激烈的 是很濃烈的 很濃烈的 是很濃烈的 看起來很濃烈的 是很濃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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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爽 接下來這塊全都是 肉 像是這一份19塊 光說肉的話呢 應該是比吃雞排還要核算的 這裡面又有皮又有肉的 快吃完了啊 好脆 把灑肉的皮給吃一吃 吃完了 整隻雞就剩這一點點了啊 吃完了 吃得非常的舒服 我是大概是從12點20分左右開始吃的吧 吃完之後大概是12點40分 也就是說我大概花了20分鐘時間 把這一整隻雞都給吃了 那吃完會不會有什麼罪惡感 我是覺得還好距離上次吃他們這家店應該是一年左右了 我在離開水果店 好長一段時間 到現在都一直都沒吃 然後我拍攝視頻以來這麼久 也沒有吃他們家的這個炸雞 對吧 所以呢應該是有一年左右 整個脆皮還有肉汁 然後還有 就是整體的調味 做的是還 可以了 我想跟大家分享你如果是在 房山這邊 然後就是經濟條件跟我差不多的 跟好A狀況差不多的話呢 引來了 可以考慮吃一下他們家的 有一定的經濟條件的話呢 好A就比較建議大家可以去吃一些比較好一點的 本地的店 那今天這期視頻好A吃得非常舒服 那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一整隻雞吃下來的話是 很飽 蠻撐的 喜歡好A的小伙伴你可以幫好A點個讚 你如果還想看到好A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心祝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明天見 拜拜